花蓮市公所吸手远东百货花蓮店举办超能Kit夏丽莹 这个星期假日一连两天在圆柏花蓮和平广场举行 算先登场的音乐律动 儿童剧场还有嘴馋市集 吸引了许多大朋友小朋友共同参与 而市长卫家业市民代表会主席李正伟 圆柏花蓮店店长黄永芳以及多位的贵宾 也都出席与亲子们一同来共襄盛举 花蓮市公所吸手花蓮圆柏举办了超能Kit夏令营 13号起一连两天在圆柏花蓮和平广场举行 市长卫家业以快乐国王装扮和孩子们见面 而市大会主席李正伟 县员卫家贤还有圆柏花蓮店长黄永芳也都做了造型打扮 那我今天要特别先谢谢远东百货 我想我们花蓮县我们北区花蓮的一个部分 真的要特别感谢远东百货 我们有大大小小华蓮市的一个活动 都是跟远东百货做一个配合 那再一次的首先先谢谢远东百货 那在这边我也要特别的谢谢我们的远东百货 办理这样在暑假办理这样的一个夏令营 那为期两天也召集了非常多的一个市集 然后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同乐 那我想我们在报名的一个同时 基本上就是秒杀了 那所以很多民众跟朋友都在问说 为什么没有多一点名额 那未来也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名额上面 也可以能够多这一些新增 那今天要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老师 那以及我们市民代表会给予我们大力的支持 未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办理多添一点 那名额多一点能够让更多的人来一起来参与 我们从0403到现在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我们一直在希望我们的花莲 花莲的人能够在这次的活动当中呢 充满了我们的正能量 我们一定带给大家一个正能量的暑假 大家一起来我们花莲远东百货 市立右远小朋友们也以热舞律动为活动揭开序幕 接下来小丑送气球互动 还有儿童剧场表演都让现场笑声不断 除了小朋友观赏的儿童剧 现场市集还有将近20摊美味餐车及人气甜点 让亲子们在愉快的氛围下享用美食餐点 非常惬意 市长温嘉宴表示 后续施工所会举办更多有趣活动 让亲子共享欢乐时光 介络会欢视报导